大家好,欢迎回来 我们这个视频进入到第5.9小节 就是第五章的到时候第二小节 进入另一个逻辑挑战 叫做猜数游戏 大家可以从这个小图片中可以看到 我们来用计算机实现一个交互式的 猜数字的小游戏 看一看如何利用我们之前学习到的知识和武器 来去拼接出来这样的一个游戏 当然计算机能够去编的游戏能够非常的复杂 而我们只是一个文本型和数字型的 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游戏 但是从这个里面 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们之前学过的那些技能 如何分门别类的用到我们新的这个程序中的各个部分 我会在这个视频中把第九节的几个程序都给大家演示完 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大家可能根据自己的就是兴趣或者是时间安排 可以挑到你所要去看到的那一个部分去看 因为这个他们的前后还是有一些逻辑联系 所以我就不把它分开了 在进入到这个演示之前 我们的所有的之前的实力代码都已经同步到了Github上面 这个RHC的仓库里面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看到 如果你到这个下面的话 可以在分门别类已经到了 我放到了第八章 但是我们目前学习到的是第五章 在第五章中已经就是更新到五港八 然后在这五港八中 有我们上一次视频中一起学习的三个实力的程序 对于我们国内的朋友和同学来讲的话 如果上Github有的时候可能网速会比较的慢 或者有的时候根本就上不去 我同时把这个软件仓库 像最开始我提到的 我把它同步到了GT 这个应该在国内你是可以访问到的 就是GT.com下面的名字和我的Github是一样的 也是一家SynStar 然后同步了一个同名的仓库 在这个下面的话 如果你想去访问代码 或者你想去科隆代码的话 你也可以在GT这边找到完全一致和完全同步的 我会在每一个视频之后 会上传到Github之后就及时通过到GT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看到 在我们的 会比较 我这边访问可能就是比较慢一点了 回到我们的代码 然后在第五章 可以看到这块 奥数难题 我们上一个视频中的三个程序已经都同步到这个GT里面了 所以在这头是两边你都可以按照你的网络的现实 你可以去选择相应的仓库 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内容 我在我们的第五章的目录下面的话 已经创建了5-9这个猜数游戏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的打开我们的RHC 把上一次的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新建一个 所以什么叫猜数 猜数的话它的内容是计算机会给你一个整数 这个整数我们是当然是需要随机的 如果它不是随机的话 你猜第一次下次还是一样 那这个游戏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们只是让你去猜0-99之间的一个整数 你能否猜出这个数 就是每猜一次计算机就告诉你 比较一下它给出的哪一个数 你猜大了还是猜小了 让你逐步的去趋近到哪一个数 我们最开始要看的是 这个里面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点是如何让计算机给出这样的一个随机数 然后计算机要把它记住 作为比照的标准 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的话 要允许你输入一个你的猜想的内容 或者猜想的数 所以这个就要用到我们之前学过的输入 就是ScanF 所以计算机要每一次读取你的一个数 接下来的话计算机这边的话 要去就是程序中要去做比较 就拿你这边的这个数和计算机生成的那个数 去比较一下 然后按照比较结果 所以这个里面会有if 然后如果是大了的话 告诉你一个结果 else就是小了 那就告诉你另外一个结果 如果它相等 那就会祝贺你 那这个就结束了 但是如果是大了或小了的话 我们希望是说 再给你下一次机会 让你去猜 你逐渐的去趋近这个正确的结果 所以就是看起来这里面也有一点点这种循环的味道 但是怎么去实现这个循环 我们在过去几个程序中一直在用for 我们看一看这一次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们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解决 第一个问题是 如何让计算机随即产生一个整数 我们到目前为止 我们一直都是在说 我做一个int 做一个定义 定义一个整数 然后我给出一个这个整数的值 但是目前来这个问题 我们不想是一个给定值 我需要是一个随机值 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们就要用到这个rand这个函数 这是一个内置函数 实际上它就是random的缩写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 是我只要定义一个a 然后让a等于rand 后面不需要加任何的参量 我去打印 注意是f 然后保存一下 我把它保存到我们的第五章第九小节 猜数游戏中的1 运行 看看它生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数 41 然后我再去运行一下 当然我可以在这加一个回车了 这个不是我们关键的点 还是41 这个就有点有意思了 就是说我在这边加上这个回车 你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依然是41 所以现在看起来 这个41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数 就是说这看起来是一个随机产生的一个41 我之前并不知道是多少 但是随机产生那个41 我在重复运行程序的时候 始终是这样的一个数 并没有体现出来随机 随机的意思是说我每一次玩游戏 我希望他都给的数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上述代码起到产生随机数作用的语句是run 但是这个光有run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在run的前加上一个 srnd 然后time now 这句话是必须要去加的 这句话是对于C语言来讲的话 你可以去搜索这句话 然后我们可以去找到 比如说在C++ form 或者是C++ reference 或者是在这个博客里面 这个CDI CSDN的博客里面 有人在这边做了一个相应的讲解 所以在这头的话 我们简单的去看一下 srnd这个是s 就是c的意思 srnd是随机数发生器的初始化函数 run的只是随机数发生器 我必须得用srnd初始化一个随机的种子 这个种子会对应一个随机数 我们如果没加上刚才这句话的话 我这个随机数是随机的 但是它不会再变化了 我们用随机数来那个给出这样一个 使用相同的种子 会出现一样的随机数 所以我现在必须要在这个srnd中 加上这个time 这样的话 让它去经过每一次这个时间传入 让它能够随着 你每一次运行这个time的时间戳不一样 它就会能产生另外一个种子 另外一个种子就会对应另外一个随机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是c语言的需要注意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在这边 我们先把它保存一下 这个是我们第一个 我们生成了一个就相当于是固定不变的随机数 我们把它拷贝一下 然后新减 再去保存到我们的592 这样的话和这个产生固定随机数的可以有一个对比 我们加上种子 这个种子是要加在我们的a之前 就是我在生成这个随机数值的时候 我要用seedrand 当然这个地方我不需要有这个assign 就是它实际上我是希望它没有符号 time 这个now 就是我是给它一个空指针 所以现在我保存运行一下 悲剧失败 我们来看一下 unsigned 当然可能还有问题 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 但是大家注意到了吗 我这好像还少了 17015悲剧编译失败 在这第一次编译成功 就是说在这个静态文本中看起来它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time是一个动态的 当我去运行的时候 它去调取这个time 你可以看到这边先会弹出一个编译失败 17077 还会不会编译失败 如果它完全没有编译失败的话 那就证明我是不是要填入这个time.h 其实都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这个time难道现在已经被stand.io替代了吗 我们还是为了保险 把这个time.h加在这里 运行一下 这个时候会确保它没有变化 每一次给到的是一个很大的数 看起来17182 是因为我们选择的 这个a是一个硬的 我去随机数 它会返出一个0到32767之间的数 所以这个 但是我们似乎看起来 还不是那么的随机 它每一次都是在17000左右 可以再看 哎还是17260 我们再来实验一下 但是只要它每一次都不一样 这个其实就足够满足我们的要求了 17299 再来 我们并没有设置其他的 17335 所以如果我现在取这样的值 我就去看 我怎么样生成0到99的整数 我现在有了第二个武器 这四行和time.h是我的 那我在这边我把5.9.2做一个复制 我把它定交成5.9.3 然后我在这边打开5.9.3 我们顺着它继续去典程 好 现在我们进入到下一步 我怎么生成0到99 看起来我每一次生成的都是在17000以上 所以在这个0到99的话很简单 就是我只要去取它的100的余数就成了 这样的话我就取这个十位数和个位数 所以在这儿 我这头就是run的百分比 百分号实际上就是取鱼 我等于它我们再来运行 是不是现在我就得到了针对100的余数 这一次是74 再来运行 9 看起来没有问题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三步 我们把它保存一下 我现在进入到第四步 第四步做什么 第四步做交互 交互的意思就是我要让程序 读入我的数 所以现在在这儿我就需要有另外一个数 A是程序生成的 随机数 那我的B就是我输入的这个数 所以我在这一块产生随机数 我们可以说 generate random integer 一直到这儿 这两句话是 generate random integer 然后我 create inputs sb 所以我现在b scan f 百分号d 然后在这儿 一定要加上这个暗的符号 要对应的是指针 然后我判断 check compile b 为 input user input with random generated number 所以我最后才会去打印 它大了小了 这个 我现在打印这个数 就 没有必要了 因为我现在 不能够随便告诉别人 那个 这个数是什么 那我可以把它 先留到后面 判断是什么 判断就是一堆异服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 应该已经学得很详细了 所以 我如果 b大于a 我做什么 虽然在这边 你看作者又省略了 打括号 但是像我之前讲过的 我希望你能够 把括号写上 这样的话 可以规避一些 就是潜在的问题 is too big please continue guess 然后给一个回车 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就是 if b b 小u a 其实大家记住 这个你也可以用 就是switch这种方式 但是我们就在这写上 那我 如果它小 我做什么 is too small 对吧 继续猜 然后 if b b等于a 注意是两个等号 所以我在这 b等于a的时候 我答应 congratulation you get it you get it is 我可以在这给出 答案 对吧 把这个a输出就完了 其实这个时候输出b也是一样的 因为b等于a 我在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再输出它了 我们来运行一下玩玩 来编译 我们来看第几行 这行 少了一个分号 这行少了一个分号 保存 编译成功 很多时候 就这些很小的标点符号 就会造成你程序的问题 当然我们 这个地方对 玩游戏的人非常不友好了 弹出一个空屏幕 你都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 猜56 oh it's too big please continue oh我要continue 跳出来了 可以看到 只猜了一次就不能猜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不能够让它 因为if是一个顺序程序结构 对吧 就是它从上网下运行 它回不去 所以这个程序只有一次的使用量 就是使用的方式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9-4 我们继续 继续进行拓展 哎 9-4怎么没有生成 exe文件 我们不用管它了 我们 生做9-5 好 这个地方我应该还没有保存呢 看一下 这个是9-5-3 这个是9-5-3 我把它保存 打开的时候还是5-4 5.9.3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4 这个是 我看 这个是我们刚才的3 3 我们就没有在那个执行了 然后这是4 我们把这个5删掉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是我们刚刚的4 我们现在 打开这个5 我们用AHAC去运行一下 其实在这儿我是可以在code中直接去运行的 但是我们还是练习一下AHAC变成界面 所以在这儿我打开 注意打开要打开正确的程序 595 好 595是我们打开的 这个程序是只有一次运行的机会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加上循环 但是我们能不能用负循环 大家想一想 你能够知道多少次 用户等把数猜对吗 4是要有三个定义的 是三个参数 一个是初始值 一个是结束条件 一个是不长 每一次你要有多少跳那个 跳多少不长 但是猜我可能猜100次我都没猜对 那我多少次的时候我结束循环呢 所以对于你能知道循环次数 或者是你能够计算出循环次数 判断出循环次数的 循环用负是可以的 现在的这个情况是我不知道循环次数 对于循环次数不可知或不可控的时候 我只想控制结束条件 这个时候就是while循环 大家可以复习一下之前我们去讲这个循环的时候 讲到的比较关系 所以在这边的话 当我读取了用户的这个值的值以后 或者应该在读取它的值之前 我就要进入到循环 因为每一次循环以后 我才让用户输入这个值 所以在这儿 拿到随机数 我们就在这里面加上while了 while我现在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出来 所以我的while我就直接给一个1 或者给一个true也可以 所以在这儿 这个while要把所有的这个框进去 但是我这么写这个while可不可以 while1那它就永远跳不出来了 因为我即使我说你猜对了 它还是选择是对的 而在这个时候 我一定要给出一个对于while循环来讲的话的退出机制 或者是退出标准 退出标准就是当你输错了的时候 就是没猜对的时候 你就循环多少次都是OK的 一旦猜对了 我不但要告诉给这个用户提供祝贺的消息 我同时一定要加上一个break 不管你的break 对于我们这个例子break是加在while的这个等 相等的这个子段中 但是不管你加在哪儿 一定要在你的while中有一个break 就是要让break出来 否则的话你就是进入一个四循环 当然是说我们也学习过了 我可以用while这边的话 同样可以去控制不长 当你知道 有限定的 有限次的循环 而且你知道循环的每一次的变化的不长的时候 一样可以用while 那样的话通过边界值自动的去让循环结束 但是对我们这个例子 我并不知道边界值 并不知道次数 所以我要强制让它有一个break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那我现在去看一下 注意你的大括号的框柱 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说 最好你加上大括号 所以现在在这个地方 作者在这边就要补出这个大括号 因为b等于a的时候不是一句了 现在是两句 而对我们始终保持这个良好习惯 这也不能叫良好习惯 就是你的编程习惯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习惯 那你就去坚持下去 有这样的习惯之后的话 现在我就可以很自由的增加一个一条语句 并不会破坏我们的这个程序运行的逻辑 否则的话 你如果没有这一行 你又忘记加 没有大括号 你又忘记那个调整 补充大括号的话 if这句话只对这个printf有效 这个break它就不运行了 所以在这头的话 就会有潜在的这样的问题 好 那现在我们来玩一下 当然我还没有去增加上前面的提示 我们现在就这样去运作了 比如说我说90 to big continue 那我数80 Congratulations 抽中大奖了 一次就只选择了两次 我就猜到了 那我这一次从小一点开始去猜 那我说我1吧 2 small 那我5 9 那我就20 9 4 small 56 其实这个里面的tactic 是说不要像我这样去玩 你知道一个1到100吧 每一次用二分法 你每一次去猜中间的那个中为数 这样的话能够快速去进你的这个点 所以现在我知道56大 29小 那我就是56到29 基本上是30和将近60之间 那我就猜45 45还是to big 但是它又比29大 那我就大概猜35的样子 to small 35到45之间我就猜40 40又big 那我就猜37 37又小 那就是38和39 那我这回猜 压保三十几 38 哇 这回真的是撞了小运可以说 所以这块用了这么大的这个篇幅 我们已经开始可以玩上这个游戏了 现在就是 这个是我们的5.4 5.9.5 那我们保存一下 5.5.5 我们增加了这个break 那我现在把它变成596 596做什么 我们刚才是完全没有这个惊险的 对吧 就是你我就随便猜 一直猜到我猜对 但是很多游戏是要有生命值的概念的 我不能让你无限制的去玩 我要增加这种刺激的程度 所以现在我的5-6 是我要限定你猜的次数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要增加第三个参数 sum 这个sum的话 我是只有六次 所以现在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增加一些这个提示吧 print this 我们可以让程序变得漂亮一些 我们可以用这个吧 number number guessing OK print iPhone 给大家一些建议 就是提示 ize pull ?」 提示 你 就 我们把前面这些打印出来 让用户能够知道他要干什么 我们是给了这样的一个游戏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这些是一个小动画这样的游戏 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没所谓 我们现在sum我先初始化了一个6 然后我怎么样去用这个6 generate随机数这个是不变的 printf 在这少了一个分号 可以看到在这 就是说这个地方已经后面扣的这头 我一保存的时候他就有提示了 所以刚才在这就能帮助我们去找到 但是rc这头可能还没有强大到这个地步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每猜一次 我就将将他的生命值减一 条件就是如果你还没猜对 你就绑下运行嘛 如果sum等于零了 那就意味着你已经没有生命了 没有机会了 sorry you have no chance start over please 然后我继续做 break 只有在这个地方我给了大家他一个输入 那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完全不需要给输入 因为我已经填入了我的数了 所以我就在这直接祝贺就完了 现在看起来我们的程序应该是变得刺激了 保存我们运行 好 number guessing game please guess a number between 1到19 99 you only have 6 chance 好 我还漏掉了 我应该是打印还剩几次 好 那我们先 Ctrl C 在这儿 it's too small 所以在这儿 please continue you have chances 这样的话变得更加的友好一些 在这儿 我是把sum打出来 小了 我也是一样 然后在这儿 sum打出来 好 现在这个程序是比较的友好了 你起码要告诉 你的玩家 他还有多少生命值 好 下面我用我们的方式 我先猜50 it's too big you have 5 chance 我们减了1 现在big 那我就直接猜25 small 还有4次 25和50 那我就猜37 37小 那我现在限定在37到50之间 也就是38到49 那咱们猜多少呢 44了 哦 猜对了 you get it 所以我们再来实验一下 我没猜对的情况 会是能不能跳出来 所以当你做程序测试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测各种可能性 你要给出边界的可能性 就是我一直在猜1 你告诉我死磨我也不管 我看看到底能不能出来 看 一直 我的 那猜的机会 从5 4 3 2 1 倒计室 倒计室一直到了0 然后sorry you have no chance so over please 所以这个是按照我们的逻辑 是非常清晰的一点一点的实现出来的 所以我们现在从591一直到596 我们逐步实现了我们猜数游戏的全部内容 然后在这边的话有一个就是动手试一试 我们那个把它新建吧 新建动手生成一个2000万的随机数 我们这边可以看到是说 我的随机数是32727 0到32727之间 我怎么样能够生成一个2000万的这个随机数 那我其实就是用它去除以32727 再去乘以2000万 是不是我就能够得到它 我们来验证一下 那当然我在这个地方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加上我们的time 然后在这儿int a 要用这个srand unsigned time now 然后我再用a等于rand 在这个地方我知道它是32727 那我就用除以3272767 可不可以 然后我再去乘以2000万 注意在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我去除以32767的话 它一定就是得到零了 因为我们是整除的关系 你是整数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如果要这样去做的话 那可能我得到的这个结果 就和我现在的就不太相符了 但是我怎么能够得到一个2000万呢 我应该是把我现在的 得到这个数的范围 我要去扩大到2000万和32727的 这样的一个差值 当然是说现在那个32727是 五位数 我的2000万是八位数 在这个角度 我能不能再去让它去做 进一步的去拓展 这个我们 我给大家在这边pose一下 看看大家能不能有一些 这个想法 等会了 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